為什麼Benkey他這次要推這個1.2%跟3%的回饋 其實你也可以發現說 其實他就是受到同業競爭的影響 就是現在連Flygo卡都有1.2% 所以Benkey也想要推1.2% 他只是說沒有辦法那麼多 資金讓大家一口氣提供那麼多 讓大家做二選一 所以說 如果你喜歡1.2%國內刷卡回饋 你的主力是國內刷卡的話 趕快去投票好不好 這家銀行 我覺得還不錯的一點是他願意直接跟消費者做勾團 讓你做票選 那你選出來哪一個比較多 他們就往這個方向講 我覺得他們這個是比其他銀行還要來的 就是更加友善 就好像我們在網路上面講 Richard怎樣怎樣怎樣 他可能會看到但是他不會直接跟我做對話 但是Benkey是會的 或者是說你有什麼問題你跟我講 我可以幫你反應給Benkey 然後他們就會讓高層去看到 這個 中間溝通管道是蠻暢通的 這點就必須要誇獎一下Benkey 雖然說 他的基礎和規定可能沒有很好 但是他的這個管道是很好 這樣子